西藏墨托地处祖国的西南边陲 山高林密 地形复杂而人际罕至 西藏军区某边防团官兵 常年穿行在冰封雪岭和原始森林间 艰苦与危险是他们的巡逻生活日常 寒冬腊月 官兵们又一次踏上了巡逻路 早上八点 官兵们携带装具 从海拔一千米的驻地出发 这次巡逻目的地位于四十多公里外的无人区 通往巡逻点位的公路蜿蜒盘旋 途中会经过林海 峡谷 雪山 以及他方区 泥石流区等 车队行驶了三个小时后 在一处雪山脚下停了下来 我们已经到达了冰雪覆盖比较严重的路段 现在车往前的话比较危险了 只能改为人徒步行径 官兵们背上四十多斤重的战备和生活物资 开始征服面前的这座雪山 越往上走 空气也越来越稀薄 在雪地中行尽两个多小时后 官兵们来到了雪崩区 雪崩是官兵们经常遇到的自然灾害之一 每次经过这里 大家都格外小心 安静通过 安静通过 那一年副连长张宏万带六个新兵进木托 遭遇了 也是遭遇了雪崩 他指挥六名新兵通过了雪崩区 自己却被雪崩埋住了 永远地留在了雪山里面 所以说每次过这种雪崩区 我们都不能掉以轻心 乱石堆是官兵抵达目的地的最后一道难关 布满乱石的山路已经被积雪完全覆盖 一米多深的雪窝暗藏危险 为了确保安全 副连长弹增决弹 拉起保险绳 先行探路 一定要按照我的脚印 脚踩实了 这个是一个山的阴面 雪比较厚 然后山地下面 雪下面会有石缝 然后我这走得比较多 对地形比较熟悉 我自己去探了路 才能放心地让我们的战友走 当雪山拖起金色的太阳 经过三个小时的艰难攀爬 官兵们终于登顶 抵达巡逻目的地 祝祖国白荣昌盛 祝人民幸福安盛 天皇有我 请祖国和人民放弃